说吧 爸 妈 他是邹凯 这是他送给你们的一片笑心 我问的是这个吗 爸 妈 我们两个人结婚了 结婚 结婚了 你个死呀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你敢偷家里护后本结婚 看我就是打折你手 哪一手偷的 把手伸出来 爸 把手伸出来 爸 你干嘛呀 先别动手 先别动手 看我不大声你手 咱们的动手的 长大 走去 爸妈 我就不明白了 这 我给你们带回来这么好一女婿 你们要打死我 之前呢 你们嫌我嫁不出去 成天在家一声叹气的 有你们这么大妈妈的吗 哎呀 我说你也是 护后本你不看好了 纯庄护后本都在你那儿 你干什么吃着你 你跟我饶着什么呀 你怎么能赖我呀 我不赖你我赖谁呀 我说谁是看着他呀 我说高明明也认识了你啊 这么大的事你跟我们伤了伤了怎么了 啊 你这孩子昨天天大了吧你 叔叔阿姨 你们先别激动啊 那个阿姨 我专门还给您带了礼物 你 你先看一下 妈 您看看 您看看 带什么离过来这婚线也不算啊 爸 我就是不同意 你赶紧给我离的去啊 爸 我一当爸的我治不了你孩子 哎呀 成了成了成了啊 你说 你孩子结典记了 哪有吃啊 你得呀 再说了 只要女儿 她能幸福 咱俩人不也踏实了吗 您说是不是 你现在的年轻人 但是冲动 您是可以谅解的 是吧 哎对 那个 我跟高明两个人 就是太相爱了 所以迫不及待去 领了这个证 叔叔阿姨 没事先给您二老公之 真的对不起 对吧 您看 杜卡多有礼貌 多有诚意 而且她跟我说了 她以后 一定会孝敬 你们两个懒人家的 那个婚礼的事 您二老放心 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大了 行 你们的婚事啊 我们同意 谢谢妈 哎呀 您看这镯子 您戴着合适吗 哎呦 合适 我太习惯了 我是一直想买单 这血涂太圆润了 哎 合适合适 你看 对我这手啊 特搭 哈哈哈哈 让我看看 你 你 看 看 看 哎 松手 走 没事 没事 哎 这是没想到吧 一个桌子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懂什么呀 跟你说这面头 可能花天就说明对咱们家秘密 好 你懂不及 我帮帮帮咱嘎 嘎嘎嘎嘎嘎说你大奶事你像东海啊 也能听得见 爸 我喜欢 我喜欢 阿姨你喜欢我以后 播送给你 我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钱给你卖个镯子 这不才有了吗 你爸爸你说多辛苦 爸爸同意了 你们两个以后 肯定好好的孝顺你爸 听见没有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二老的 谢谢爸 你没嫁出去了 咱们也就踏实咯 是不是老头子 老老说 是不是蓄谋的 你管我是不是蓄谋 事儿办成了不就行了 你真是看你居心叵测 你还会用成语呢 那当然 我可是个有文化的空姐 OK 这也不是在语系电话 我不是说 不就说 我再多找一些 我说 我自己听说 他 你不认识 那还是再加不小心 不能有文化的空间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先走了 你别走啊 你找什么急啊 你先跟我普及一下常识 你还用普及吗 你这么聪明 一定能搞定的 拜拜 走走走走 怎么就走了 宝贝 你推他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今天不要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你还真去见你未来 那个老丈人了 对啊 我为什么结婚 你该知道吧 在哪儿呢 回家路上 我在公司底下 那个咖啡厅等你 我跟你说了 你不用等我了 我今天累了 我 我 我终于发现他们这问题了 他们这设计图啊 把安全通道全都堵死了 周期减少了三十天 而且成本减少了0.5%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出阴阳图的最终目的 我 让我先去睡了啊 哦好你先睡 要我扶你吗 不用我自己上去就行 哦我完事就上了啊 好 我先去睡 我畢眼淘汰了 梦芳 голлайн淘汰的结果 和你老公好好聊聊 你们还年轻 以后还有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